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若白的爱能伴得回来 却指图和成伤害 希望被失望破坏 看错意义里说说不回来 谁能把悲伤中心洗牌 谁能说这不惜中安排 成就依赖 爱情是种意外 让我输了你 送给我送的爱 So beautiful 我们都曾等待下一张胎 让若白的爱能伴得回来 却指图和成伤害 希望被失望破坏 眼看错意义里说 说不回来 谁能把悲伤中心洗牌 谁能说这不惜中安排 成就依赖 爱情是种意外 让我输了你 让我输了你 成为我分的爱 So beautiful 过去对你深深的依赖 你先之意打败 念念不忘的红白 你算是在说不来 一切如此苍白 难道这一句注定失败 我总不是我淘汰 把爱你的心掩埋 不用说再见 是我活该 我不能说再见 是我错怪 我怎么能释怀 我怎么能释怀 最后的未来 最后一手牌 还请握着悲哀 谁能把悲伤中心洗牌 谁能说这故事就安排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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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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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是种意外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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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于你 曾为我存在 I'm so beautiful 精彩 精彩 掌声送给二位 太精彩了 就是每一次在舞台上 那股劲 一层一层的 又往上加 每次都会给我一些惊喜 和声很难 但写得很好 谢谢 谢谢恩吉兰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传达出来的那种编曲的氛围 让我想起了 就是可能是 就是上世九十年代 《花园乐坛》 就《百花极放》 然后我们还在听卡带的那个时候 传递出来的情感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 真诚 动人 我觉得今天的汪小敏 其实把那些什么唱功啊 技巧啊 或者叫美美的台风啊 我觉得其实真的 都已经放到后面了 你传达给我们的第一位的 就是你对这首歌的理解 以及你在情绪上 所要喷勃而出的那种力量感 我很喜欢 谢谢 谢谢 我其实跟小敏以前有同台演唱过 对她印象就是 她的演唱技巧很好 如果是用武器来评价 可能是机关枪型的那种 我觉得她唱歌很精准 今天看完了 我觉得你是 有点像地雷 就地雷你看着它 就平平无奇的 因为它埋在下面 但如果踩一下 被踩到的话 你绝对是颗炸弹 这首歌叫洗牌 然后小敏呢 在舞台上她说 她想要突破 那我说就干脆 这把就重新洗了 我们就重新再来 然后 其实我 跟小敏这次的合作 我是带着一些 探索的精神 后来我发现 其实汪小敏是一个宝藏 就在她的身上 她有无数的演唱的可能性 她对于音乐的理解 我觉得真的是 如果我只是坐在那里 我没有跟她 有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合作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只读懂她的十分之一 所以 这次跟小敏合作下来 我是真的觉得很 很兴奋 甚至于我在想说 如果再回头让我去找另外一个女生 要再合作这个歌 好像我暂时也 没有脑袋里奔出来有第二个人 这首歌她设计完之后 我非常惊讶 因为她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空间 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做好 把这么难的地方交给我 然后她却很相信我 我就觉得她今天让我有一种 舞台是我的 我们俩在开演唱会的感觉 真的很开心 就是天赐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去 发现另外一面的我 加油